猪狗不拆碰着天敌了 今天我老家的闺蜜带孩子来串门 刚开始孩子表现还挺拘禁 直到发现了猪狗不拆嘴里边有球 起初呢还是礼貌性的 管不拆药 后来看不拆也没有药给的意思呀 干脆刹手抢了 猪不拆 你孩子玩一会儿 最后还是在我的说服教育下 不拆才不情不愿地把玩具让给了孩子 结果呢 趁我们都没注意 他把孩子鞋叼自己笑床上去了 这一叼不要紧呢 孩子又知道他有床了 二话没说就爬上去了 把他挤下来了 孩子这一爬上就不要紧 主要是猪狗不拆平时把所有狗的玩具 都归乱到自己小床里来 还怕让孩子发现 只能一点一点尿签转移啊 转移了好几个之后 还上一个红球成漏网之鱼呢 给猪狗不拆挤的只上手抢呢 那那么口气给孩子玩一会儿呗 直到我闺蜜把孩子带走之前 不拆一直都在跟孩子抢玩具 孩子也是真将 走之前把自己祸祸的都给我收拾干净了 今天除了不拆 给楼上其他狗也累够呛的 尤其是这端椒期 这家伙累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掉地下了都不知道了 国庆都累翻板了 最可笑的是诸葛不拆 应该是白天抢玩具抢出阴影来的 这回睡觉都得搂着了 身底下还压着一个娘 下来 我们下来 下来 感谢观看